做一些提问 我们的现场嘉宾将线上线下和大家互动起来 刚才也说了 今天护身两市股指是继续震荡攀升 上证指数呢是出现了一个四连扬 两市成交呢是在1.2万亿 那值得注意的是 北向资金继续净流出44亿 昨天呢是流出5个亿 今天流出44亿 那板块上来看呢 刚才也说过了 在提振消费政策 叠加春节涨价的预期之下呢 像食品白酒 像乳业板块是出现了一个大涨 茅台 五粮业 伊利等行业龙头 再创新高 金龙鱼则是冲高回落 白马龙头股一开年 应该说就是气势如虹 那么今年的春季行情 到底来没来 春季行情如果已经在路上 后面该如何演绎呢 我们看看几位嘉宾的观点 那我们先来看看贵老师 今年是2021年第一次做节目 但是这第二个就要一日 我们看到整体市场的 情绪啊 继续给了大家不错的一个响应度 它能延续吧 这种春季行情是不是已经在路上了 这个我想啊 如果这个问题 在上午问的话 很多可能觉得没有了 对 上午没这个气势 是 但下午又起来了 那么为什么能起来呢 我们觉得科技股是起了一个重要作用 就科技股开始涨起来 我们注意到当天实际上在上阵指数有比较明显的下跌的时候 深圳城市一直是翻红的 那么而且很快的创业板前面跌的比较多的创业板昨天涨了很多啊 那么当天上午也有一定跌这种啊 它后来也翻红了 那么说明市场呢 在前阶段啊 科技股调了比较多就起来啊 这符合一个原则 如果说是一本完整的春季行情啊 当然以前大家比较谨慎不叫行情叫春季躁动啊 那不管怎么说大家都认为这时候有行情 如果是比较完整的行情 我相信第一不可能只有某几个股票某几个板块 它一定有比较多的板块 当然不至于全线上涨啊 但至少有一批板块能上去 第二个呢 这当中一定需要寻找到一个新的地点 继续在酒啊 在食品饮料做文章啊 今天下食品饮料做到卤业去了 能不能做可以做 但是毕竟想象空间会特别的大 因为你在高位要别人在高位追涨是很难啊 啊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一个板块 从高位回下的已经回了比较多 这个时候地位启动 更符合这个时候想再冲击做一波行情的心态 所以我觉得从操作层面上来说 具备这样一个特点 另外呢从量能来看 今天能够拉起来 实际上有一个支持性因素 那就今天继续保持了万亿的成交量 对 那么昨天我们曾经提到 昨天在一个广播节目当中我提到过 从今天呢 当天我说有万亿成交量 如果第二天要继续上下 两个条件 第一个继续保持万亿 第二个呢 要有新的热点出现 当这两个热点出现 这两个条件基本符合的时候 行情就能够延续 所以下午就 今天算符合吗 应该算符合了 而且今天给投资的一个更大的信号就是什么呢 它就告诉你 调下来有做够资金在后面顶着 这便是北向在流出 我也能够顶住 在科技国当中很多 从前期高点比三分之一 这样一个跌幅 那我完全有希望推上去 所以这种情况下 就使得成绩行情呈现一个有能力 开始作成加力的这样一种状态 所以我想 今天这个走势比前面高开 如果后来下来 今天是低开以后上去 应该说它的效果好得多 它对投资政市场的信心 这方面的作用 在某种程度上是显得更大一些 刚才桂老师说了 两个看点 一是成交量继续保持万一 二有新的热点 今天在盘面当中 这两条是符合的 那么接下来这种延续性 到底怎么样 我们后续探讨 那中原 从目前对盘面的观察情况来看 这种从昨天开门红 到今天继续万一 并且有新热点出现 这种行情的脉络慢慢出来了吗 还是大家还要进一步的观察 应该说现在的行情 是一个节奏性上涨的行情 而且现在的整体的行情 并没有结束 虽然这两天 北上资金是出现了一个 小幅度的净流出 但是成交量每天过万亿 说明新的增量资金已经在入市 那这一点上的话 行情不会结束 也是一个比较客观的一个因素在 那么但是这个今天的行情 包括昨天的行情也是一样 这两天行情最大的一个情况 就是个股的环境完全不同 昨天市场当中大涨的时候 基本上大多数的个股 都是处于三分之二上涨的状态 但是今天又再一次出现了一个分化 而且分化的背后其实很明显一点 如果说能够延续 机构资金抱团的品种的话 你还是能够赚钱的 但是昨天上涨的一些品种 你如果不是机构合力抱团的一些品种 今天基本上跌回去了 那我也整理了一下 其实大家不妨回顾一下 在去年的7月份 一波快速拉升的时候 就7月1号到15号之间 当时的结构性上涨 和现在的结构性上涨 是完全两样的 在去年7月份 当时上涨的时候 大家回忆是哪两个板块 第一个是金融当中的银行 保险还有地产 对吧 那这三个板块 当时是拖起指数 快速拉升的一个核心因素 而且大多数个股都是赚钱的 但是在进入今年的1月份之后 你会发现 这两天银行板块也好 保险板块也好 地产板块都没有表现 相反表现的是什么 是一些科技类的酿酒类的 也不是创业版当中的 权重的医药类品种 说明什么问题 就是高位的一些品种 依然是在被资金给关注 相对来说一些低位的板块 还是被资金短期给唾弃了 那么这个当中 我们也发现今天市场当中 一个节奏的明显的变化 还有一个已经不再是主板 创业版当中 而且今天飘到的位置是中小版 因为你可以很明显发现 今天主板虽然是架升量增的 但是你可以很明显看到 在中小版当中 前十大权重股也好 比方说像海康威视 还有一些其他的 一些前十大的权重股 涨幅又远远好于 现在的主板和创业版 说明近阶段当中和去年年末的 这个结构性行情 又发生了不同的点 不光是板块上面 前期大多数板块涨完之后 出现了调整 而且现在是从中小版的角度出发的话 你会发现这当中 有许多中小版的前十大权重股也好 包括一些大市值的品种 在这两天操作起来会更加容易 那我今天也带了一张图 这张图就是在中小版当中 你可以看到前期七月份的高点 和现在阶段性 今天又打了一个新高之后 你可以看到下方的两个成交量的变化 前期七月份是天亮天价出现了转折 而现在是突破之后 连续加升量增的上工 那现在很明显 机构资金也好 抱团资金也好 就是在中小版当中 去进行一个权重股的博弈 那我们的方向 你也别先去看哪些板块当中 有些板块你去看也看不下手 很多都是长在天上的 地上的你在看的话也不起来 但是你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看的话 中小版当中的个股 其实弹性也好 空间也好 或许这段时间操作起来 它会更加容易一点 你是给大家指了一个新方向 关注一下 中小版大市值品种开始出现轮动 是不是更多的机会 会出现在中小版当中 对 阶段性很明显 因为现在中小版 还没有到当时的天亮天价 而且现在是增量资金市场 很明显 跑到的就是这些 中小版当中的一些 大市值的龙头品种当中 那我们为何不去看它们的一些 中小版当中的龙头当中的一些轮动 那有了它有了一 自然会有二的这样一个接力 那方向明确的话 关键是我们有没有意识到 在这些板块也好 市场的这些指数也好 它们当中的切换 有没有率先感觉到 它们变化的这种节奏 春江水暖压险 中小版大市值的品种的这种 异动 轮动 是不是值得我们关注 其实你是已经回答我第二个问题 就是现在行情可能已经在路上了 只是我们要寻找方向的过程当中 要发现一些新线索 那我们说了三位 会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市场 余力大家都知道 曾经参与过上海证券交易所 这个期权指数交易的一个规则制定 那刚才我熟悉你的朋友 已经在互动当中说了余力来了 今天要跟我们讲期权了 但第一个问题跟期权没有关系 我们是想让你从量化的角度 来看一下目前我们所处的时间点上 这个行情有没有 到底我们现在上证的3500点 包括中正300的5000点的位置 到底是高还是低 是在相提的上沿还是中部 到什么阶段了 用量化 用量化给我们做一个评判 好不好 那我想的话 春季躁动 春季行情每年都是绕不开的话题 是 那么早的话其实在12月上旬 晚的话可能在2月上旬 每年的时间不一样 那么从12月14号 到现在的一个涨幅来看的话 毫无疑问 从累计涨幅来看 春季行情已经在途中了 但是发展到现在的话 其实它还是一个以龙为美的 这样的一个格局 也就是说从12月中旬到现在 只不过这两天的行情 是年前的一个抱团的一个上演 继续上演而已 那么我觉得 从一个量化统计的角度来说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张图 这张图可能会给大家带来一些 这个全局上的一个认识 这张图呢 我是从2004年开始 因为我们知道 护生300跟中正500 从2004年就开始有了 那么创业版纸呢 完整的应该从2010年开始有 那么我就从有史以来 把这个三大指数的历史数据导出来 然后呢我统计了一下 每个月份的胜率 我们所谓胜率就是说 这个月份最后是收涨的 就是胜 收跌的就是 就是以多头为胜率 以多头为胜率 那么我们从这张表格里可以看得出来 一月份和二月份 往往是这三大指数胜率最高的月份 全年来看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基本上从统计的角度来说呢 春季行情这件事情 这样的一个说法是可以成立的 另外的话呢 我们从这张表格里可以看到 二月份这个月份 中正500的涨幅 这个胜率达到87%左右 这个胜率应该说是非常的大的 因为中正500也有16年到17年的历史了 那么它大概只有像18年这种行情 它这个月是收跌的 其他大部分年份 比如说你最近能想到的五个年份 或者六个年份 它都是二月份收涨的 那么中正500在二月份 这样高的一个胜率 就会给人一个 怎么样的一个逻辑推理呢 你就会想到 往往会在一月中旬下旬以后 到二月份 整个一线的龙头 可能会往二三线的股票去扩散 所以这个表格当中的 这个二月份的胜率 其实就是往局部 往全局去扩散的一个一个佐证吧 所以这张图的话 我们还可以得到一个结论 那就是中小创 它在这个二月份的整个风格的强度 也比护生300 或者是上阵50这些大蓝筹 要来的强一些 它的胜率要来的高一些 所以我想从一个统计的角度 我们全局可以看一下 这个一季度 我这个图上每一行都写着了 那我们可以从这里面看得到 每一个月 每个指数它的胜率如何 从中我们可以大概知道 现在市场走到哪一步了 那我想现在走到中阵500 还有一定的差距 因为护生300跟50的话呢 它已经创了15年以来的新高了 但中阵500呢 它到现在还没有创7月份去年的新高 所以中阵500 还是有一定的想象空间的 所以未来的话 大家可以从这张表格里去看 哪些板块还没有涨起来吧 其实刚才余力的这张表 就是我们看第二行 就是二月份的统计率 护生300的胜算率是68% 中阵500的这个上涨概率是87.5% 创业板是80% 刚才给出大家结论 可能会从这个50300外溢 扩散一下 那这个结论是不是跟刚才中原的这个 中小板龙头异动轮动有关系 是不是有点像 有没有像的地方 就是刚才中原提到的 中小板指数品种当中的一些 龙头的轮动 有没有像的地方 就是他提到这个中正500 你是创中小板当中的这个个股 有没有像的地方 应该是不同的逻辑走到一起吧 不同的逻辑走到一起 有这个结论 贵老师 其实他们在研究整个市场的过程当中 用数据用量化 包括用这个观察 就是这个节奏落差来看 好像对二月份这个二线蓝筹的看好度 比较高一些 您觉得呢 这我觉得中小板一些龙头品种 也未不能是二线 有的也可能成为一线了是吧 但是我觉得这当中有 但是我们协关于会把他们 一线蓝筹把银行比在那里 这就看什么视角 银行中总是在去比是可能这样 可能狭义的可能会觉得有点像 但是呢我觉得这当中有两点 还是在注意 为什么往往会在一二月份出现行情 这我想从操作层面上来说 从更多的机构通常来说 按中国的老话 一年自己在一村 在一二月份的时候 做事的动力更强一些 到了下半年如果赢了 它可能也有些会去相对保守 这个可能同这样传统的因素有关 另外呢一二月份 往往也是提债比较多的时候 上市公司大量的披露或者预披露爆表 那这当中会带来很多些新的信息 这个自身也是 另外一二月份呢通常也是流动性相对比较宽松的时候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为什么往往是中间段的股票 这个广义上来说中正500 实际上它是 因为它的市场排 它五零 五零不去掉 五零因为上阵了呢 一百去掉以后剩下的三百 三百以后再排到五百去 是这样过来 它按照市值各方面的因素来对应去 也就是说在这种时候 事实上因为对五零这种 或者说对一百这种品种 往往了解程度比较高的 换句话说 它们往往会早先就有所运行 我们看到在去年十二月份的时候 实际上比较活跃 都是一些市值超大的品种 是的 这两年的行情 和以往以往喜欢炒小 我们做过小盘口溢架 现在大盘口溢架了 当然银行除外 有这样一个特征出现 那么当这些都起来以后 实际上会拉开一个空间 因为你上涨了以后把空间打开了 那就剩下的一些 过去关注度不是特别高的 当然你从八百比 从其他比可能又高一点 不是特别高的品种 就进入到那么的实现 所以这两天我觉得 实际上大家都在找的时候 传统的品种都找过了 那我就要去找一些还没发现的品种 所以像今天食品饮料当中 大家找卤业 卤业的品种当中 搞得最活跃的 已经不是一线的卤业 像伊利亚这种 它可能是到其他一些 当然核心点的是什么 它就是因为你是卤业 你是消费品种当中 是所以大家的必需品 从这样的逻辑去 至于业界什么 它的关注度已经变化 所以这实际上 我觉得就很典型的反映 就是在一个年初 在大家都预期有部行情 而部分品种 就率先启动情况下 投资人的一个视线开始 它的收缩角度开始变化 当这种变化达到一定程度 一定会把中振五百 甚至把更多的股票带起来 您就是有逻辑推理的 对 就是我是从交易的层面上 去做这样一个风险 您刚才也提到了 像消费科技 都是今天动起来的 这个可能跟去年年底 延续到昨天为止的 这个行期稍有差异 您觉得像消费啊科技 它能继续支撑春季的 这种躁动行情吗 能延续吗 有人说就是情绪上闪了一下 您怎么看 股市永远需要情绪啊 但是我觉得有延续的机会 因为第一 从消费来说 你当然你光炒金融与光炒茅台 可能不行 所以昨天茅台最后是 你昨天的茅台 是下的 今天金融与充高以后也调整 因为毕竟有人觉得 你这么高了 你的四肢 油的四肢 就超过了降油了是吧 它可能有点犹豫 这当然有点停顿 茅台也都到了两千块钱了 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一个价格啊 那尽管中金说能到两千多少是吧 这个时候便能出现这些犹豫 但这个时候 大家并没有离开这个板块 还是去找别的板块去 在这个板块当中的别的品种 如果别的品种一圈都过来以后 还是不会过来 因为毕竟从现在来看 你还能找出比消费更确定 更确定或者说更有群众基础的品种 我想这就是唯一的道理 这道理我讲了好几个月了 第二科技为什么行 因为第一科技相对其他品种来说 它去年的七月份以后 实际上是慢慢下跌的 现在有多少二十三十 二十到二十五左右 普遍的有百分之三十左右的调整 那么当然有些调整是应该的 因为有些股票确实是炒作过度的产物 泡沫很大 但不能否认这当中也有错杀的 或者在半年当中它基本上慢慢开始改善 第一个 第二个 现在国家大政方针是什么 大家我觉得可以很容易的去判断 经济结构的转型 我们推动这个在解决卡脖子问题等等 拒绝到一点就是科技的品种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我们如果仔细去梳理一下的话 能不能发现一些被错杀的 或者发现一些相对被低估的品种 因为如果说一轮行情真要能调动能器的话 十瓶疫苗的数量权重太小 不是说它股票价格低 但总共权重 真正能够影响到大的 还是那些制造业当中的 带有一些科技色彩的品种 这也是中国最有特色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觉得回到科技是完全合理 而且如果我不知道我们专家有没有统计过 每年年初的时候 一到三月份的时候 科技股的表现往往是最强的 去年这个时候也是这样 去年一开始券商一拉以后 也是科技公共起的 到上半年走到一个高点 然后下半年开始调整 所以当然这个也需要有更多的数据来支撑 但我觉得对于一个调整了三个月 甚至调整了半年 股价回落了30%以上的品种 如果在当中还是能够找出机会的话 那我相信会有资金介入 同时它的行情也会延续 如果科技股炒一炒也 乎龙龙下去了 摔平饮料也下去了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 能够支撑成绩的行情 除非有特大资金把银行股推起来 那其实周元 刚才贵老师 刚才是非常明确的说 从现在你看到的 这个科技消费的这个动 是自然而然的 时间点也到了 而且也能延续 我似乎听出这样的一个 比较直接的结论 因为从去年来看 我们看这个赛道医药科技消费 但后来呢 就是这个赛道当中 只有医药是坚持了一段时间 科技和消费也在继续的坚持到后来 只是科技掉队了 从今天的这种状态来看 是怎么去把这种科技消费的这个赛道落差 我们做一个调配 如果我有资金的话 我要开新仓的话 在科技和消费当中 怎么做配比更理性一些 更客观一些 好的 那么先说消费吧 因为消费的话 必须要首先寻找 有确定性涨价因素的这些方向 其实不能发现 每一次过春节也好 包括像五一十一长假也好 酿酒板块 消费板块 都会有机会有移动 那么今年我们也可以看到 像酿酒板块之前 就连续上涨到现在为止 今天是这两天有 乳液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上涨 那乳液的后面的一个催化作用 是因为乳制品的涨价 那么除了乳液的话 消费当中还有一个就是猪肉 猪肉其实这两天 涨幅也是非常大的 像牧原股份连续 拉了基本上是20%的这样一个涨幅了 那么这个当中怎么去看 其实对于整个涨价因素来说 每一次涨价 都是有一定的持续性的 但是这个持续性的背后 你要去看的是这个涨价 它到底是持续性涨价的一个 确定性因素还是波动性涨价的 打个比方你想猪肉 猪肉的话可能是因为 预计CPI会增长 然后猪肉价格其实前期也有过 明显的增长的这样一种情况 但是猪肉每一年当中 都会有猪肉价格的波动 但是乳液的话你会发现 像乳制品涨价一年一次 这个当中变完以后 基本上不会有变化 那这个当中的话就说明 乳液的它的一个涨价之后的 预期性持续性会更长一点 而猪肉它的一个波动性会更强一点 那你关键就看你自己配的是 短期的波动也好 还是说中长期的投资也好 那这个当中去取舍消费板块当中的一些 乳液的投资和猪肉的投资 那再来第二个就是科技的 其实科技的我们也不难发现 今天市场当中科技有一个最大的变化 就是午后科技起来的不是高位的科技品种 而是低位的 像前段时间涨幅在12月当中贯穿前后的 像电源设备板块也好 包括一些高位的科技品种也好 都基本上今天是处在了一个高位的滞涨 而且这背后我今天也带了一张图 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电源设备板块当中 其实今天资金的流出幅度是最大的 有将近于35亿的资金是净流出的 但是你可以相反对应的来看 像电子元器件 电子元器件板块是前段时间 有一波震荡之后 今天午后拉起来非常猛 同时机构资金也是在今天市场当中 流入幅度最大 有将近于40几个亿 那这也说明科技品种当中 他们始终在一些有情绪面资金 有来回操作的过程当中 他们气高就低的在做一个调仓换过 那对于我们来讲很简单 高位的一些品种 短期你长大 长了高了 你在于去进行一个操作 或者说去进行一个建仓 你很明显性价比不高 但是风险也比较大 但是你对于一些低位的一些品种 我们也可以很明确的告诉大家 这一次电子元器件板块 前期北向资金有流入 但是流入的幅度 不会像去年那么大 有100多个亿 但是这一波行情 他们的一个持仓是存在的 而且这一次还带着一些情绪盘的流入 那可能不排除一种情况 如果说后面真的继续有资金接力的话 那会不会出现像酿酒之前的这种情绪盘 连续主推的这种因素 但关键一点是 你必须要去气高就低的选择一些科技品种 其实刚才也有人说 半导体是不是黄金坑 整个科技股在这边 是不是也要带领着春季造动的行情 出新主线 这都是大家要观察的 但是今天下午我们看到半导体的一个 午后之后的一个市场当中的一种异动 我觉得值得我们继续观察 这是今天我们提出来的 看盘面看整个新热点的一个可能性 当然在这儿也和大家说一下最近的一些活动 作为十四五开局之年 和A股三十而立的第一年 市场到底有哪些投资机会呢 有第一财经有看头 联合一盟股份举办的 第六届水晶球年度投资策略会 将为大家带来新一年的展望 大家可以扫码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即可参与这场线上投资盛宴 其实中原这个像我们刚才提到的 线上水晶球年度投资策略会 它在整个这个酝酿过程当中 组织过程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宗旨 好的 那么这一次的水晶球年会策略会 主要是第一次在今年的年度过程当中 最大的一次活动 那这个活动也是之前大多数的时候 是跟机构之间交流的也是第一次公开免费的向公众 去进行一个开放 那当然了这一次核心的讨论的点 依然是维持在今年的核心投资主线上是什么 比方说我们知道像去年的行情当中 有消费永恒的这样一个主题 还有像汽车这样的一些新型的赛道体现出来 那对于现在来讲的话 2021年已经进入之后 你可以很明显的发现 进阶段市场当中上涨 已经不再像之前两市同涨的这种格局了 进入到一个明显的分化当中 那个这个分化当中的话 我们怎么样去踏好这样的一个节奏 选择对好的赛道 这就是我们在这一次策略会当中的一个 首先要去跟大家去交流的一个方向 那当然这当中还会有一些资深的金融界的博士也好 有些资深的行业研究员也好 这些都是通过每一次在深远的这样一个行业研究过程当中 去跟大家分享 与众心长的去跟大家去讲 哪些行业当中目前仍然是有一个 涨完之后调整充分的 有一些有低估值的方向 可以去供大家去在今年市场当中 关注的一些核心 还有包括一些能够有投资逻辑的 有主线因素的 能够在未来行情波段当中能够有有效 比方说像大消费这当中有永恒主题的 那这个当中怎么样去交流 都会跟大家一一去讲解到 那么还有最关键的一个 比方说有些投资者说我是参与基金的 那基金的话 这当中也会有专门的一些资深的人士 去跟大家去在水晶年会上面 跟大家去交流 那么每一个来的投资者 基本上都可以在一些五星的研报当中 去获得自己所要需要的一些中长线的投资 核心的一些主线 包括对于今年的整体的策略 都可以一一的了解清楚 帮助大家去梳理好很多今年的投资方向 大家别忘了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参与到我们的这个线上的投资盛会当中 其实刚才我们就2021年两个交易日 我们看到整体市场的这种情绪状态 为大家春季行情做了一些 在未来可能性上的分析供应参考 好了 稍事休息 一会儿我们继续将请出余力 和大家一起用波看市场 一起来看看期权市场有哪些对应的策略 来应对有可能的未来的春季行情 一会儿回来 目前市场每天都有热点 板块轮动太快 总是选不到好股票 怎么办 别着急 让智能选股利器多空雷达 帮你轻松把握行情机会 现在扫描下方二维码 就能立即上手使用 早点了解 轻松交易 多空雷达得益于新浪大数据分析系统 逐层挖掘市场投资行为数据 搭建当下强势股走势模型 并在三千多只个股中一一对照 挑选出形态良好的短线龙头 扫描二维码免费体验 让多空雷达帮你找出当下的好股吧 智能选股更要把握买卖时机 而多空雷达特有的黄金三角 则可以清晰地发现买卖趋势 红色表示多头信号强烈 可以开始关注 蓝色出现时空投信号运行 投资者要谨慎观望 操作简单 提示及时 现在扫描二维码拿到手试一试 相信事实会给你答案 王哥 我最近特别愁 怎么了 最近投资特别不顺利 眼看着行情走得好好的 结果一买就跌 一卖就涨 可愁死我了 赶紧给我支支招吧 做投资不能一看涨了就连忙追高 一看跌了就马上割肉 什么时候买 什么时候卖 都是有讲究的 你真该学一下关键点位买卖法 关键点位买卖法 是啊 这个方法是专门用来捕捉 买卖点位的 遵守线上阴线买 线下阳线卖就可以了 那你详细给我说说呗 这样 我发你一个微信二维码 你扫一下就可以马上领一份 关键点位买卖法 方法怎么用呢 里面写的都很详细 还结合了大量的实战案例分析 太好了 是用微信扫描一下 这个二维码就行了吧 嗯 这个资料挺抢手的 你赶紧去领啊 好 我马上去领 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就可以领取 关键点位买卖法 这一刻是早上七点 我喜欢这种快节奏高效率的生活 老味道 新体验 又是充满活力的一天 放心一餐 精神一天 跨越三个世纪的经典 老凤翔 好 欢迎回来 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 公司与行业 那公司与行业呢 最近呢也在尝试着 用不同的视角 来和大家一起来观察市场 体会市场 今天我们继续请出余力 刚才有朋友也在互动当中说 哎哟 知道余力第三次来 和我们大家一起来 交流期权的知识了 前两期我们大概讲的内容 您是不是简单跟大家回顾一下 第一期的话呢 我们就是简单的回顾了 就是如何锁定利润 等于拿这个左手是现货 右手呢 买个任务期权 等于两者一搭配呢 在市场 惯例率比较大的时候 或者在长假前夕 我们去锁定利润 做一个非常简单的保险 这是第一期和大家分享的 那第二期的话呢 就是如何透过波动率 来看二级市场 等于波的上升 它的异动 可能会对我们标的市场的走势 带来什么先兆性的一个看法 上次是什么时候来的 当时用波看市场 上次是12月15号左右 12月15号左右 当时看到整个市场 是继续往上走 是有支撑的格局 有支撑 对 应该说现在用这个方法来看 你觉得对市场目前的这个 应该说整体的把握 还是相对来说 这段时间还是准的 对 我们回顾一下吧 其实从12月初到现在 一个月的时间 整个上升50期权 或者是护升300期权的 波动率指数 它基本上 一直在20左右震荡 当时我记得在12月中旬的时候 护升300是出现过四连因的 有一波下跌 那么那个时候波也没有上升 所以在上期节目的时候 就提到从波的角度来看 市场认为它是个有支撑的格局 那么其实在这个一个月当中 波出现相对明显 升幅比较大的 应该是年末的最后一天 也就12月31号 这一天的话 期权市场的波 大概从20上到了22 也就是涨幅是10% 是整个12月升幅最大的一天 那么从这一天来看的话 波升了两个点 那说明什么 说明市场觉得有可能有一些动荡 或者是突破 那么确实在这个新年回来的前两天 市场是向上突破了一定的程度 但是突破到今天的话 我们再来看这个波 今天非常有意思的就是 波降了 价升了 之前一次的话 我们其实提到过一个概念 叫价量波三个维度去看问题 那么价量其升不等于价波其升 这是两个概念 那么今天的价格在上去 量也在上去 但是今天的波下降了 今天的波重新回到了20左右 也就是从22回到了20左右 这个概念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说明从期权市场的投资者的角度 因为期权市场可能是由个人加机构 各种各样的人构成的 那么我们所博弈出来的价格和波动率 反映出来降波了 就说明期权市场的交易者 他认为目前市场还是一个 结构分化的一个震荡上行的市场 并不是一个全面的加速上行的市场 也就是指数的邪律 他认为不会出现一个非常陡峭的 出乎意料的情况 所以今天降波了 反而今天我们可以看到 忽生300的乖利率 大概放大到6.5% 其实如果做个统计的话 乖利率在忽生300里 放大到6.5%的话 已经是90%的分位数了 意思就是说 基本上有10%的小概率事件 快要发生了 所以忽生300涨到这个地方 他现在的波在下降 意味着他的乖利率可能会缩小 他可能会走出一个 邪律不是那么陡峭的这样一个走势 所以这个就是现在 波告诉我们的一个市场的一个看法 或者是一个信息吧 其实这个结论 我们的分析师也似乎提到过 可能这个整个行情的演变 不会在指数上有太大的波动 但是呢 结构牛市正在进行 就是一些头部公司 他们给出的整个市场的一个赚钱效应 是非常明显非常显著的 就是下有支撑上有相顶 但是呢 在这个非常窄的指数区间当中 结构牛市在继续 是这样的一个结论吗 是 其实结构牛的话 应该说这个大逻辑 从这个2020年一直延续到现在 是没有变化的 因为去年年底的话 4100多支个股的话 真正拿到正收益的 只有2000支不到 那么然后 跑赢指数的个股的话 是不到三分之一的 其实这两天看上去很热闹 指数一直在涨 但是创业版昨天3.77的这个涨幅当中 应得时代就贡献了一半以上 对 所以说它的这个指数 在某种程度上 它有点失真 对 所以目前从波德角度来看的话 觉得这是一个斜率 不会变陡峭的一个市场 我觉得这个两个也是完全相符的 嗯 其实我记得上次 你来给我们介绍期权的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更多的告诉大家 在底部买什么卖什么 在做个保险 在顶部买什么卖什么 就整个大家的感觉是 这个期权是在整个市场 这个相对拐点的这个过程当中 或者是有支撑有压力的这个状态之下 做一个保险也好 做一个锁定也好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了说指数波动不大 又是结构性牛市 这个期权还有用吗 其实期权它的好处就是 其实任何行情都可以用到期权 那结构牛的话呢 其实我觉得期权策略里边最合适的一个策略 叫背对开仓 背对开仓 对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概念 你慢点说 叫背对开仓 大家的问题会很多 对背对开仓 背对开仓是什么意思呢 我打个比方 我觉得观众朋友比较好理解的一个比方 就是比如说我现在买一套房子 我投资一套房子 我一千万买下来 那我如果这个房子不是要住的 我是投资用的 比如说杨老师 您买了一百一千万的房子 你会干什么 你肯定会做两件事 第一个你既然是投资用 我就在房产中介一千五百万挂牌卖出 这件事情会做的 同时 这都是比方 这都是例子 中间的数字都是例子 这个都是例子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房产中介挂出去了一千五百万 与此同时你会每个月租出去 那么像上海这样的地方 比如说你租出去一个月 收一万块的租金 那么结果一年下来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两种情况 第一种 一年里边 房价一直没涨到一千五百万 那么你就白收了12月的租金 是吧 那么这个12万的租金呢 其实就增后了你房子的持有收益 或者说降低了房子的持仓成本 这个逻辑没问题 那如果说这一年当中某个月份或者月末 房子的市价涨到了一千五百万 房产中介打电话给你说 有人成交了 那么你的钱赚了多少呢 是五百万 因为一千五百万减去一千万是五百万 然后还加一点租金收入 是吧 是这个过程 所以这个叫持房出租 那么在期权的交易当中呢 有一个策略 几乎是一样化葫芦 它就是持房出租 它叫什么 它叫背对开仓 那背对开仓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我持房这件事情变成了持有一个指数基金了 比如说现在护生三百是五千三百点 那么护生三百ETF在五千三百点的话 比如我现在买入护生三百的基金 我的建仓成本就是五千三百点 那么假如我觉得这一年里边 它涨不过六千点 我可以干件什么事情呢 我在期权里可以卖出六千点的认购期权 等于我左手是三百基金的多头 右手卖出了六千点的认购期权 两件事情同时做 它就叫背对开仓 那么我们同样可以看一下 一年里它会发生什么 如果说这一年里 护生三百在结购牛的行情下 一点一点的涨到六千 或者没有涨过六千 那么是不是你卖期权的 这个期权费的收入 就好比是租金的收入 那么你每个月收啊收啊收 连收个六个月十二个月 那么如果说在某个月 比如说今年三月份也好 二月份也好 护生三百加速了 涨到六千点了 你大不了把手上的基金 就是三百一贴付 交割给对手方 那么你相当于是 赚了六千点减去五千三百点 等于七百点 好比就是那个房子被交割了 所以说这个过程 你这样来比喻的话 你会发现背对开仓 它特别像我们 停时投资房子的职房出租 为什么说它适合于 结构牛行情呢 那是因为如果房价涨得太快 比如一下子就涨到一千五百万 你是不是租金 你没收几个月它就到了 但是你结构牛的话 指数会涨得很缓慢 互相之间板块调结构 那么你每个月收啊收啊收 连收了六个月十二个月 这样的话就起到增强收益的效果了 也就是跑赢指数的效果了 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说 现在散户去年只有三分之一的股票 跑赢指数 如果你在全市场选股的话 其实你跑赢指数的概率是比较低的 但是去年一年如果你用背对开仓的话 你可以跑赢指数有四个点 我今天带来一张图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今天带来一张图 我做了一个回测 过去一年 过去一年 这个回测的图有两根曲线 蓝色的这根线呢 就是每个月做背对开仓 然后红色的线就是咱们的护生三百指数本身 那么从这两根线 你看它的走势看下来之后 谁在上面谁在下面呢 是蓝的线在上面 而且全年下来蓝的线跑赢红的线四个点 去年我记得护生三百大概有25%左右的收益率 而背对开仓有29%左右的收益率 那四个点怎么来的 它是哪里来的 就是我每个月卖期权收来的保险费租金 我们把它比喻成租金 其实就是期权费 所以累积下来的话 其实去年在结构型行情下 背对开仓它是跑赢指数的 其实这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 因为跑赢指数会变得越来越难 而背对开仓就做到了这一点 那我能不能简单的 很狭义的做一个解释和理解 您再看看我的这个理解对不对 也替我们电视机前的投资者朋友问一下 就是上一期 你说有投资保险的这个买保险 锁定利润 锁定利润这一块 是说我们在已经看到市场上涨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采取了一个期权的手段 然后锁定这个利润 上次是讲的这方面的内容 这一次呢你说的这个背对开仓呢 是告诉大家 现在我买的这个产品 我预期未来有可能出现上涨 我是为未来有可能上涨做的一个这个投资 是这样吗 是的 就是两种方向 一个是锁定过去的利润 一个是预期未来的这个利润 那时候 惯例率很大的时候 你觉得要拐头了 这个时候拿买认股去锁它的利润 而这一次呢 背对开仓是 左手是指数多头 就是现货多头 右手是卖认购 两个东西加起来 卖认购起到了作用 是锁定你6000点的卖出价 我们刚才例子当中 其实你那个6000点是锁定卖出价 但现在指数只有5300 它并没有涨到6000 所以你就在那里锁一下 同时还能收那个期权费 所以其实起到这样一个作用 有人说 蒙了 蒙了 那贵老师 其实刚才我们在做节目之前 也跟余力在做探讨 就是现在 在整个股票投资过程当中 我们要不要理解那么多的 衍生品的一些道理 来帮助我们去看整个市场的一个状态 您刚才听余力这么讲 就是第三讲了已经是 这个背对开仓 能不能说说您的想法跟投资人 首先呢 我觉得 如果说我们用现货买卖股票的话 那实际上就是个冷兵器的时代 那么后来有了指数期期货以后呢 实际上就上升了一个时代 那么现在又开始有了期权 应该是手段的升级 它的最大特点 应该说期货也好 期权也好 钱也不是天上掉下来了 它是一种零和的博弈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实际上 它就是利用了不同的交易策略 使用了不同的工具 或者锁定利润 或者是锁出风险 用这种办法来保证自己有相应的收益 我想本质上 这属于一种风险管理的工具 所以对于有一定资产规模投资来说 是有必要去掌握这样一个期权 掌握包括期货 因为现在这个期权 有些地方不仅是有场内 也有场外的创始期权 通过这个是可以能够给投资呢 带来更多的盈利机会 同时也能够锁定相应的风险 那我想不管是背对开仓也好 或者什么也好 它实际上都有两个基本 或者说对投资人有基本 一个你要看清楚方向 如果方向没看清楚 那实际上你就不可能取得盈利 相反你是会放大你的亏损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呢 在这种过程当中 实际上还有一个 在交易本身趋势当中的一个 风险控制问题 它本身是控制风险的 但是在控制风险的过程当中 在这个控制风险的手段的实现过程当中 也本身也会带来风险 不要试图在目前的市场当中 去找到一个我没有风险的套利模型 这是没有的也不可能存在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 我想很多人可能不一定听了以后 可能不一定马上了解 或者马上理解 这我觉得不要紧 大家可以去慢慢去学 但是至少你要有一个意思 现在的市场是一个列体作战的市场 要有我们说股票买卖是平面的 可能还要有期货期权这种 而且我特别想讲的是 我们特别对期权也好期望 我们更多的不要是从 我能够一夜暴力 我有巨大的杠杆 这个角度来理解 当然这个角度也不能说完全不对 这个期货也好期权也好 都有巨大的投机性 但回过出来的时候 我们更早眼的 实际上还是能够 能够比较稳定的 能够控制住风险 能够锁定力的 我想包括背对期权也好 背对开商也好 本身上它概念也是这样的 我能够有一个比较稳定的预期 其实刚才我们是做了期权的第三讲 当然这种策略的组合 在实战过程当中并不是单一的 当市场发生及时的一些新的信号变化 加量波发生一些新的变化的时候 我们还是要做一些调整 我们只是在节目当中 为了非常快速 让大家简明额要的来了解 期权当中的一些知识 我们是给大家做了一些例子 供您参考 再过一个多月 我们就要迎来农历的牛年了 最近也有不少观众 在咱们的微信平台上 期盼着牛年A股 能够迎来一波牛市 那么从今天起 我们第一财经 就开启全民巡牛的特别活动 邀请大家一起来寻找身边的牛 共同助力牛年 能够喜迎开门红 大家只要登陆微博抖音 或者我们第一财经公司与行业的 微信公众平台 发送您拍摄到 含有牛元素的照片和视频 就可以参加我们的活动了 活动结束之后 我们也将在第一财经公司与行业的 公众号当中 抽取一名幸运观众 获得由老凤翔提供的 牛气冲天的生肖牛奖品 好了 那我们稍事休息 一会来看看其他行业 还有哪些疑问 一会回来 准备好了吗 拥抱牛年啦 你的身边有牛吗 我要你一起寻牛 登陆微博抖音 参与话题拥抱牛年 拍下你身边的牛样 让我们一同混进牛气 助力新年开门红 人气作品将直通第一财经直播大舞台 人气作者更将获得牛年大礼 2021盯住第一财经 牛就要来了 王哥我最近特别愁 怎么了 最近投资特别不顺利 眼看着行情走得好好的 结果一买就跌一卖就涨 可愁死我了 赶紧给我支支招吧 做投资不能一看涨了就连忙追高 一看跌了就马上割肉 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卖都是有讲究的 你真该学一下关键点位买卖法 关键点位买卖法 是啊 这个方法是专门用来捕捉买卖点位的 遵守线上阴线买线下阳线卖就可以了 那你详细给我说说呗 这样我发你一个微信二维码 你扫一下就可以马上领一份 关键点位买卖法 方法怎么用呢 里面写的都很详细 还结合了大量的实战案例分析 太好了 是用微信扫描一下这个二维码就行了吧 嗯 这个资料挺抢手的 你赶紧去领啊 好 我马上去领 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可以领取 关键点位买卖法 捷捷船下去中国万年服 捷养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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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快递应该说还属于高增长这个阶段 不过呢 应该说还有分化 也就同样带向龙头集中 这我们在这个叫A股市场当中也上市了一批快递公司 好几家主要都上市 但是我们看到业绩分化还是比较明显 有一些快递公司在接力的竞争当中慢慢被淘汰下来 也有一些还是越发展越好 越发展越快 越发展越大 所以在这配置但要注重品种 好的 我们稍时休息一会儿来看一下 明日市场前瞻 三位嘉宾对短期市场的观点 一会儿回来 跨越三个世纪的经典 老凤翔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 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 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 安全使用燃气 营造美好生活 要装修就来极佳精装 极佳精装为你推出四省家装服务 第一省 省前 100平米全屋整装仅需9.98万 还赠送近5万元装修大礼包 一房移架 零增项 不加价 第二省 省时 在精细化粮房后 最快24小时内提供整装设计方案以报价 两房最快60天完工交付 第三省 省力 极佳精装12000平米线下生活管 所见即所得 第四省 省心 13项材料革新 确保材料质量 56道欧标工艺 确保施工质量 马上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或拨打电话 5888-2228 5888-2228 进行装修预约 品质生活就选极佳精装 好 欢迎回来 明日市场前瞻 中原 刚才我们也说了 今天算是再接再厉 市场情绪再次在万一之上 明天还会延续这个情况吗 会 短期还是会的 但是要观察一下北向资金 因为北向资金 已经连续净流出两天了 那量变到质变 还会有一个时间 关键是现在看 趋势形成的过程当中 只要不出现明显的转折信号 大面积的资金匮乏出逃 那这个位置当中 还是会进一步跌跌上涨的 就像现在 应该是18年的 1月份的行情一样 只要突破之后 连续开阳线的这种节奏 还是会有延续性的 那余力快要结束了 有人问说 余力老师今天的 期权背对策略 和上期说的任估做保险 有什么区别 简单说一下 用任估做保险的话 它是锁定你前期的利润 比如说你5000点买了一个指数 然后到了5500点买任估 那么那个500点 是锁它利润用的 那如果说 今天的背对开仓 是什么意思呢 是你现在5000点 已经见了指数的多头 但是你未来呢 你可能想在5500点卖掉它 所以你在那边 锁定了一个卖出价 然后呢 5500点到达的话呢 那个期权就被行权 那么你就卖出了 这个现货多头 还有一位朋友说 背对开仓是赌得不大涨 大涨的话就吃亏了 没有把缺点说清楚 刚才我说了结构性 结构性牛市 就是在指数缓慢上行的时候 适合背对开仓 好的 在不平凡的2020年 这些思想为我们照亮未来 抗议我们在行动 保定单保市场保住基本盘 中国外贸如何自救 能够保持供应链不断 是企业当前最重要的一个出路 疫情加速智能升级 新基建时代 企业如何找到新南海 能够以更加高远的一种心态 形成行业里面的一些 高层次的一些联盟 听得到一个所谓 共创 共建 共享 共赢的 一个新的体系 未来全球化会产生什么新态势 中国如何应对 说不定疫情过后 就来一个新的一轮的全球化 跟选门的 国内空间还是很大 双循环背景下 构建发展新格局 当务之急是什么 消费 投资和净出口 有什么梗阻就解决什么梗阻 科技创新 政策水平如何能跟上 数字化时代步伐 整个政策的体系 面临一个全新的时代 还需要走向高等教育的强迫 金融科技 怎样正确理解 监管与创新的关系 监管 合规 它不是金融科技 创新道路上的拦路石 我认为是任重道路 前瞻十四五 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的 有效抓手在哪里 打造双循环自贸区的战略 它是一个能够千亿发而动 全身的突破口 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关系 这个也体现在我们金融开放 这个部署安排上 启航2021 新起点 我们继续用思想照亮未来 中国经济论坛的观众大家好 我中心的祝愿 在新的一年里 中国经济论坛能够传递更多的 更高质量的声音 为大家提供更加深度的 这个精准的这种分析 让我们对未来的发展 充满信心 祝愿大家新年快乐 起步好 投资好 各方面都取得进步 明年一定比今年更好 祝中国经济论坛越办越好 大家好 我是张瑶 上周给大家分享的 龙虎军金战法 相信很多朋友们 已经领取到了 并且运用到实际操作中了 能够帮助到大家 我也非常有成就感 今天我就把这套实战中 经常会用到的 龙虎军金战法 继续分享给大家 之前错过的朋友们 就不要再犹豫了 现在就扫描屏幕二维码 来领取 龙虎军金战法 是张瑶老师 二十多年股市经验 总结得出 专门教大家通过龙虎榜数据 判断游资大佬的 操作风格和特点 从而快速筛选出 可能具备上涨潜力的标的 有没有帮助 扫描二维码 试一试就知道 目前市场热点轮换较快 只有跟上主力资金 才是王道 现在就扫描二维码 不仅教您通过龙虎榜 挖掘热门板块 还有大量实战案例 以及老牌油资 操作风格解析 满满的技术精华 赶紧扫码领取吧 米兰斯沙发 采用美国里恩派 伸缩合金奖 品质十年保证 米兰斯沙发 畅想临靠墙距离 给您增加空间 米兰斯沙发 采用进口牛皮 匠心品质 舒适环保 米兰斯沙发 华而不贵 做老百姓 买得起的好沙发 米兰斯直跟上海 创于1999年 上海人做出来的品牌 跨越历史长河 历练一千岁月 把纯粹的情节 扎根内心 一瓶酒 满足对一个国度的素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A股三大指数低开高走 护纸四连扬 乳液板块强势领涨 人民币汇率连续两天大涨后冲高回落 中间价创下2018年6月以来的新高 市场传闻 Bilibili最早将在本周提交港股IPO申请 B站不与置评 市场热议 2021年赴港二次上市潮能否持续 继昨天暴跌后 今天美股盘前走高 市场关注参议院控制权 关键州的投票 各位好 欢迎收看财经夜行线 我是黄伟 在上海为您直播